我是生日的那日,摔爆了自己的相機 我現在超傷心 所以現在要用我一部很差的iPhone拍片 接下來這一天,我們也要用iPhone 沒辦法 然後我也沒有Y鏡,我沒有遇到自己的相機會跌爛 所以我沒有帶Y鏡過來 我們現在就是這個大道城碼頭 是最近台灣,今年4月開始都有的景點 過來看看 不過這裡比我想像中小,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真的可能過來打卡拍照就走 在這個大道城碼頭裡 會有大約十多檔小型戶外的食肆 其實大部分都是買酒精飲品 或者小型的食品 不是可以吃飽的食物 都不能帶大家走一圈 因為其實向前走 走幾步都已經走了 我是為了拍給大家看才點飲品 而不是我一天休息的時候已經想喝酒 這裡的酒很便宜 兩杯白酒每杯都是100元台幣 其實這裡拍照很漂亮,很文青 不過食肆上面的位置很髒,很多垃圾 晚上我們又再吃麻辣火鍋 這次去吃的這間叫做蛇一鍋 我剛才經過設問站 看到可以買這個歪鏡 我馬上買了一個歪鏡來拍片 希望好一點 不過應該會很蒙 而且現在這裡真的會很暗 有東西吃 這裡的鍋我們叫做鴨鴨鍋 它的樣子有點像頂王 都是一個盆子放在桌上 然後這個是麻辣湯 這個是老火湯 老火湯是不是可以喝的 可以喝的 他說一開始可以先喝湯頭 我們要了一個拼盤的丸 然後這個黑色蜜汁骨魚滑 還有這個,多漂亮 很漂亮的玫瑰花松阪豬肉 然後這裡跟無鱸鵝都一樣 它是會送一個沙冰的每人一個 就是葡萄味的 這天人累了一斤之前 還說要排好內隊 然後我有一個很緊張 最好是不用排隊的葡萄 就是吃這個 烏麗芝士三文治早餐 我們特地很早起床 然後他又說好早就買完了 誰知都不買 說真的,那個三文治真的不好吃 幸好我們只點了一個分享 然後我們去了附近的這間很出名的豆漿店 這裡排隊真的排得很久 聽說7點開始就要排隊了 我們10點多去到排隊 都是15分鐘左右 可以接受的 其中一樣這裡很有名的就是這碗咸豆漿 我長這麼大也是第一次吃這碗咸豆漿的 味道還可以 但是那些油條真的很厲害 浸了這麼久都是脆的 怎麼樣? 好吃嗎?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你覺得它像什麼? 我想不到 它像凝結了的奶 然後有點鹹鹹 有點清淡 然後現在有點豉油 我覺得這個挺油脆 它跟香港的鹹豆漿是不同的味道 但這裡真的有很多很多人 我現在很奇怪 我一直看著螢幕 我有盡量看鏡頭 你有沒有看 沒有啊 我完全看著自己 另外除了鹹豆漿 甜豆漿之外 我們還點了一個油條 蔥油餅加蛋 這個反而挺好吃的 不過很膩 我們兩個分享三樣東西 都吃不完 那我這五天四夜的台北之旅 就完了 多謝你們這麼辛苦 看我這一集的手機旅遊Vlog 接下來11月我會去沖繩 到時又會有旅遊片看的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對 有蛇 我會頂給你們 麻烦